今天我要做这个彩虹千层酥月饼 真的是很脆很好吃 赶紧学起来吧 试补你们可以截图起来 先把四粒鲜蛋黄洗干净之后 我们加入这个米酒 倒入两汤匙的这个米酒可以披露它的腥味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盘子里 然后我们可以拿去烤了 160度烤15分钟 倒入80克中筋面粉 10克的糖粉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再加入25克的白油 倒入40克的清水 再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再用手搓成团 鲜蛋的水皮过程就完成了 然后再用保鲜膜包起来休眠30分钟 然后再用保鲜膜包起来休眠30分钟 好好的鲜蛋黄我们把它切对一半 我们称这个豆沙线 这里有25克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豆沙线搓圆 压扁我们就把这个鲜蛋黄包在里面 如果你们不要放鲜蛋黄 这样子就是它的内馅就是35克 这里可以做8粒 加上少许的面粉防粘 然后取出这个油皮把它切成4段 放上你们喜欢的颜色 再把那个色素搓至均匀就可以了 颜色搓至均匀过后也是分成4段 然后再把这个水皮也是一样分4段 把这个水皮擀平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颜色慢慢的放进去了 首先我放粉红色、黄色、蓝色、紫色 这个颜色色素你们可以自己放个人喜欢的颜色 好后我们就继续把它擀平 你们继续看怎样把它压平哦 擀平过后我们这里是打鞋把它卷起来 擀平过后我们这里是打鞋把它卷起来 擀平过后我们这里把它再卷一次就可以了 用锋利的刀把它切一半 用锋利的刀把它切一半 来我们看一下里面啊 哇有没有很美 去重复的做把它做完 看到有没有觉得很梦幻 把这个面团朝下 然后我们就开始擀平就可以把它包馅了 慢慢的收口 然后如果你觉得要用那个清水把它沾一下那个缝也是ok了 如果你们觉得做四个颜色很麻烦 你们也是可以做一个颜色 它吃起来口感也是一样的 做起来真的是蛮多功一下的 但是成功了过后你们会觉得很有满足感 这个食补可以做八粒每一粒是60克 一热烤箱170度烤30分钟 烤好了马上取出烤箱 有没有看到那个层次感 喜欢我的食补记得按赞关注与分享哦